這些年輕 最大就糾團一起去鬼屋 我們跑好多鬼屋 最後我們跑了一間很厲害的鬼屋 我知道我知道 華國戲院 欸對就是這個 欸你懂你懂 那個半仙就有跟師姐 請教一些問題 這個地方能不能去 師姐跟他講的就 去可以 但記得 替他打雷聲 趕快走 天氣喔 就是非常好 就是大家所想像的 的晴天 無論一進去的環境呢 地上都是福祉 會有很多 伊函兄弟 伊函 哇他老人喔 今天氣氛非常凝重 我們要講的是 鬼故事 你本身有遇鬼嗎 遇忘很強的鬼 滿糟鬼 沒有沒有沒有 帶龍鬼耶 你在想A片情點是不是 我覺得你這個點子可以 我就說我要當A片導演嘛 你可不可以你可適合 我們一起去日本發展 我都要不要講在這裡 今天其實要分享的是鬼故事 你有遇過鬼嗎 我小時候印象非常深刻 多大 多大 這麼小時候 我尬太小了 好啦小時候這樣 那時候我爸媽 生團出去玩 自己在家裡打電腦 嗯 就聽到遠方的 阿彬 然後我很自然而然的 就回 蛤 然後沒人回你 重點是我突然想到 家裡幹嘛 Oh shiit 喔沒有了 我當下不是害怕 有害怕 但是不是怕鬼 因為有人說出門去遊玩的人 過世之後 我們會回到家裡 所以我當下其實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爸爸媽媽會不會發生了什麼異彎 我就真的被嚇哭了 就從去用家裡電話打給我媽 然後我媽就 我們剛吃飽跟爸爸在上 就鬆欸 當下就 狀態就鬆氣 就舒服了 聽起來你的鬼故事好像還好 哈哈 就還蠻還好 所以你至今還是未看過對不對 沒有看過 有啦有 其實我每天都有看到 我好像每天也有看到啊 沒有 我每天都會有人在我旁邊拿內褲 喔齁 醜滴鬼 你好看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你怎麼怪鬼啊 屁 為什麼你要去他房間拿內褲 好其實很簡單 我們租屋的地方 只有在那邊可以曬衣服 當然是要去房間拿內褲 我以為你們一起穿內褲 他霸上陽台耶 你怎麼知道 我來分享我的 沒有人想知道 見美吞聲我真是天啊 剛成年的時候 就屬於不相信鬼神這件事情 你很轉就對了 我他媽的屌爆 你 經過一些事情讓我開始相信 18歲的時候 他剛好你 喔喔喔喔 強姓了吧 強姓了吧 我不要講了沒啦 我最近到底演奏偏底啊 我把改掉這個話你習慣了 但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會算命 我也不相信算命 他又是一個看得到鬼的人 假飯仙 對嗎 臭飯仙 他那時候也跟我講過一句話 正常人的三把火 一二三 大概是七八成樓這麼高 我大概是十七至十八 就是往上 雖然我是一個火很旺的人 在開 我火很旺 所以我要看到的 機率是少之又少 可是我們都因為年輕 所以大家就揪團 一起去鬼屋 我們跑好多鬼屋 最後我們跑了一間 很厲害的鬼屋 我知道我知道 華國戲院 欸對就是那個 欸你懂你懂 那個半仙就我跟他師爺 請教一些問題 這個地方能不能去 師爺跟他講 去可以 但記得替他打雷聲 趕快走 天氣喔 就是非常好 就是大家所想像到的 的晴天 我們一進去的環境呢 地上都是福祉 然後有很多那種 就是阿貓阿狗啊 我們到第三樓的時候 我們往四樓一看 我們有很多鬼屋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稱為鬼王 是BOSS 有沒有看到 BOSS 還笑一下 然後我朋友突然 很凝重 很少看到臉那麼凝重 他這樣 有 就在上面 欸喔 我們都說其實很興奮 你很興奮 我都其實興奮 因為前面跑太多鬼屋了 陸續六七個人上去 一上去的時候 那個門喔 是一半爛掉的 五六人在後面 那個半仙都擔心擔心 我就說 你要不要進去看一下 他說我進不去 可是他頭已經探進去了 然後我瞬間看到 那個半仙在我前面昏倒 我很講 我當下沒有想要救他 我直接往後跑 我說真的 我嚇到了 抱我朋友不能教啊 真的 不要教我這個朋友 我就往後跑 大家就是往後擠 發現就是 有點危險 我在冥冥中 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不是呀 靠北 聽到的聲音是這麼薄弱 我不あっ能救我 我那個半仙在叫 他還活著 衝我去找他 我看到他打地板上 金剛金丟在地板上 然後把他這樣子拖著 往外挨 我 email它 半仙 姬安 然後他就不理我 於是我就是 我是認真要打醒這個人 反正我就是又一段 很不能倒立這樣打他 他就不理我 就把他扛起來的時候 邊扛邊罵傷 真的突然醒了 第一時間他就想說趕快走了 我說等一下 我要再進去一下 我說為什麼你要再進去一下 他要跟他溝通 他有點像是道歉 我們不應該那麼冒犯的進來 裡面那一隻是 拿金剛機他進去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趕快想說 直接閃閃離這個戲院 往一樓走的時候 我那個半心的朋友說 等一下 我們去三樓 她上去幹嘛 又兩個老人家在叫他 走走走走 走到一個房間 開 你覺得他樹下那種搖椅啊 就在那邊這樣子 搖來金剛機 過去默默的兩個椅子 男男子羽這樣唸唸唸唸唸 好 我們就走 我說怎麼樣 兩個老人家被上面那一隻 捆太久了 他知道我能幫他 所以他請求我去救他 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我們出去門外 我都沒事了 我開始抽煙了天 我看好險 你該怎麼昏倒了 怎樣 然後那個伴侶就 很悶 我說你剛好不講話 我該救你耶 他說 不快 再過五分鐘 我們再上去一次 蛤 為什麼要再上去一次 然後他就這樣子 你們不去是不是 我自己去 他就站起來往門口衝 我一直在勸退他 如果你去出事怎麼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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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鐘 你這樣走 你個鐘 妙的地方來了 他好像被某種催眠 比如說 恭喜發財 就是他回到正常人的一個關鍵字 我那時候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不然說我就是講恭喜發財 然後他瞬間突然醒 他說 欸 為什麼要往上衝 我說你真正講的 他背上面那隻米蘇人 妙的地方來了 他師姐不是說過嗎 聽到打雷聲 你趕快走 我們那天天氣一樣 依舊的勤勞 我仔細回想 打雷聲是什麼 我們在踏入BOSS的門口前 我們踩到一個鐵皮 等一下 那一踩下去 我們不到五分鐘就出事 那個聲音 有如打雷聲 踩到聲音跟打雷聲一模一樣 可是我們 沒有警覺 沒有意識到 我們一直以為打雷聲是 老兵爺可以 來自天上的 沒錯 我覺得更可怕的地方來 這個戲院 前面就有一個 一神主牌位 有在鎮壓這間戲院 走之前 把金剛鑑鑑放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要離開 金剛鑑鑑一打開來 最可怕的事情 我嚇到了 就是那個金剛鑑鑑是被抓破的 就是 哇 Oh my God 好毛 啊 那我家有細節 我們走之前 朋友先叫我們往前走 因為他說地下室 還有一隻很兇 上面一隻 下面一隻 Oh 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開始相信 這個東西的存在 那今天 分享這些故事給大家 對 希望不要怕 抱持著一個善良的心 不行 不要去陷害任何人 這樣就夠了 好啦 記得 每週一上午 晚上十點 我們準時上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 Facebook YouTube 還有Instagram 我們是 鷹海兄弟 鷹 然後 那 甚至 明明 董 報告 報告 entrar